我是真没有想到 自从学会了这道菜 孩子三天两头 点名要吃 下面我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两根长茄子 先把根部切掉 然后用刮皮刀刮去茄子的外皮 去皮后再把茄子改刀切成片 这个片要稍微带一点厚度 要不然口感不好 看一下切成像这个样子就可以 切好的茄子装入大碗中 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往里面滴入几滴白醋 下手翻拌均匀 给它浸泡五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接下来空碗中加入一大勺白糖 再加入半勺的白醋 少许生抽 小半勺食盐 加入少许番茄酱 或者是番茄沙丝都可以 再倒入小半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茄子浸泡好了之后 咱们直接把它捞出来 装入另外一个大盆中 然后往茄子里面 加入一把玉米淀粉 下手抓拌均匀 给茄子拍粉最好分两次 这样茄子才能更好地裹上淀粉 抓匀后再一次加入玉米淀粉 让每一片茄子都能裹上一层淀粉 最后抓拌至茄子不再粘连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起锅烧油 把油温烧至六成热 放上筷子 立马猫密集的小泡泡 就证明油温合适 然后把锅烧粉的茄子 分散下入锅中 全部下锅后 先不要去搅动 炸30秒先定定型 再用筷子翻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一直开大火炸 把茄子炸熟炸至酥脆 我每天都用新的焦做菜 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你的小红心 上个视频实在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就麻烦你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支持鼓励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大概炸五分钟左右 炸到茄子颜色金黄后 把它捞出来控油 接下来锅中留少许底油 倒入调好的料汁 然后开大火 把这个料汁熬至浓稠 一直熬到料汁起大泡 变得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炸好的茄子放进来 再撒上一点黑黑的白芝麻增香 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 让每一片茄子都能裹上糖醋汁 翻炒均匀后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外酥里嫩 酸甜适口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特别的喜欢 即便是放凉了也是嘎嘣脆 喜欢你也去试试吧